其實只是說把這個公式插入藍 其實這個地方沒有 因為不用插入藍 本身其實這邊右邊就空下來 所以我們就不需要插入藍 然後一樣的道理 如果那個路接到 我們一樣把這一段Ctrl-C 直接貼下來 貼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把這個改一下 改成H 所以如果看到G的話就把它改H 那填滿的範圍的話一樣 這邊改H 那公式的話比較這個地方要改 然後上面的話把它改成路接到 那公式的話 我剛剛已經把它貼過來了 我是直接從雲端上面我之前貼的公式 然後把它貼上來之後 把它取代成兩個 這邊可能要記得一個要取代成兩個 我剛剛已經取代過了 因為目前的狀態應該是兩個 然後把它複製 記得喔 這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公式裡面 然後貼上 這樣就OK了 那如果移開沒紅字 那表示應該沒問題 移開 OK 那再來就向下填滿了 那最後讓我們來試試看喔 如果我要把 那我是建議啊 你要先確定一下說 你那個執行之前喔 可能因為這邊有插入刪欄 你剛剛已經有亂過 已經有刪 那你要把舊的先刪掉 不然可能會發生問題喔 OK 來試一下喔 那我是建議按一個8 先插入一欄 年嘛 這個沒問題 然後再插入這個什麼 插入區 這個區嘛 然後再來向下填滿 再來插入路接到 這不是插入 直接填 然後呢 直接就是向下填滿 這樣就OK了 沒有問題 當然如果你假設 你希望說 剛剛增加了這一欄 這一欄 這一欄 既有插入欄有沒有 那就有個刪除欄 如果你假設說 老師那我想要再增加一個 刪除欄 那怎麼辦 我不會寫 其實你不會寫有幾個方法 其實你不會寫有幾個方法 錄製就OK了啦 不然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叫那個 CHARGPT有沒有 跟他問說 如果我想要刪除 ESALE裡面的D欄 G欄 H欄 請問要怎麼寫 CHARGPT也會給你答案喔 但對不對不知道啦 OK 至少我的經驗 他會給一些程式碼 但是給的對不對 又另外一回事 又給不見得對 而且我發現CHARGPT 雖然他現在已經是 第四的版本了 我剛剛有貼啦 我發現他資料 好像他會跟我講說 他 他資料 就是 只有到2021年9月 所以他沒辦法幫你 幫你統計 我發現他這個地方也沒辦法 所以這個也許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其實其他有些地方 我是覺得他是OK啦 他可以別一些 但你也不要覺得他很神 他其實還有很多地方不足啦 OK 那因為最近那個Google 也推了另外一個 跟那個CHARGPT蠻像的 有點像就是 有點像 像要跟那個CHARGPT來一個比較一下 那個叫BAR 對不對 他可能 如果你要找也可以找 這個叫BAR GoogleBAR 然後 BARD 然後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試用 他這個是Google的 也一樣啦 我是建議你如果不會的話 除了用錄製之外 其實上面你就把那個 Excel的一些問題貼上 他其實也會給一些答案 OK 但是至於好不好用 我是倒覺得至少比沒有來的好 聊勝於無 OK 那因為CHARGPT 他現在就是最新的版本 他已經要收錢了 而且一個月要20塊美金 OK Plus版本 但我覺得好像目前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就 暫時還不會想要花這個錢 OK 個人 我自己個人意見 最後如果說 我們既然有一個插入欄 所以習慣性會有一個什麼 刪除欄 那假設你的需求是刪除 DGH的話 程式不會寫的 沒關係 錄嘛 OK 錄怎麼錄 一樣的道理 就是什麼 這也不用彩排了 反正等一下選這個 然後再按SHIP鍵 按Ctrl鍵 再選 G跟H 然後再按右鍵刪除 就OK 所以一樣 我們就不彩排了 直接來錄製 然後這邊的話 又給一個什麼 刪除 刪除 其實也蠻簡單 其實說 如果你自己會寫的話 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因為Colents 有沒有 有insert 刪除就點delete 剩下就是你要告訴他 你要刪的是哪幾欄 OK 所以程式如何寫 不會沒關係 反正錄一錄看 OK 我們再來看 如果你自己會寫的話 該怎麼寫 那一樣 第一個就先選D欄 OK 然後再按Ctrl鍵 選G跟H 這兩欄有沒有 然後再按右鍵 反正只要在選取範圍上 按右鍵 就可以刪除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停止錄製 其實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如果把這兩個按鈕 改成一個是插入欄有沒有 然後一個是刪除欄 感覺就又可以做 就是一個互動性的一個執行 一個是插入一個是刪除 刪除欄 刪除欄 我們來看一下 城市它到底錄了 它錄了什麼城市 其實一樣從這邊 聚集嘛 然後剛剛有刪除欄 那你按編輯 它就會跳到我們剛剛錄製的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個註解有習慣先刪掉 因為這個有點多餘 它錄下來總共有幾行呢 總共有三行 但是 跟各位講 其實這裡的話 其實只要 其實只要怎麼樣 只要 一行就可以了 因為它有.slate 然後又把什麼G1 activate 這個還蠻奇怪 這一行有點多餘 然後又產生一個selection 所以其實啦 從.slate到selection這個地方 可以delete掉 也就是說 它這邊是什麼 它用range 它刪除是用range 它是range D到D 是一個範圍 然後呢 G到H是一個範圍 所以它是兩個範圍 中間加豆點 然後點點 其實後面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因為它刪掉 它這個意思是應該是從 它右邊的會地補過 應該是右邊地補到左邊的意思啦 OK 然後把它抵立 這個其實 這個參數可以刪掉沒關係 留下價應該就可以了 OK 所以呢如果我 執行來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當然要先 這個應該是 這邊沒有嘛 所以先執行這個 我先執行這個 插入欄 它會增加三欄 然後我再執行那個刪除欄 怎麼回事呢 Ctrl Break 糟糕 怎麼會這樣呢 其實喔 Excel還好它裡面會幫你就是 紀錄一些之前的 怎麼會彈掉 你們先試試看好了 我們等一下再來看這個部分 理論上 只要把那個範圍刪掉 理論上應該就會 留下我們要的部分 所以最後刪除欄的話呢 基本上喔 你會發現它是用Ranch 然後呢 它是總共有 把它拆成兩個部分去做刪除 其實寫完之後 精簡的結果 只要加一個Delete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們只要執行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的話就是 產生三欄 我今天把它 因為剛剛跑過了 所以我就快速的一跑 你會發現其實基本沒有什麼 做了 其實馬上就三個欄位就出現了 現在還蠻方便的有沒有 所以以後你的工作裡面 假設你本來有 有一個原始資料 然後你要增壓什麼 其實就類似像這樣子 你先產生一欄 其他的 把它另外兩欄補一補 有沒有 剛剛我們是錄這個嘛 然後呢 這兩個其實是用貼的 那最後刪除的話 我是把它精簡 改成這樣子 把它執行 那你會發現它又恢復了 應該也沒什麼錯誤 而且也是瞬間就完成 那其實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刪除欄的部分 它用range 不過其實有的時候 我習慣 我個人習慣是 會用另外一個叫colons 為什麼 因為colons就刪除欄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刪除欄的話 其實可以寫成這樣子 colons 但問題colons 它不支援多範圍的刪除 它一次只能刪一個範圍 所以如果你要刪的話 理論上 你要把D跟D欄刪除跟GH 寫成兩行 也就是刪兩次 而且還要注意一點 就是說如果你要把它拆成兩個的話 那應該把這個複製到上面再複製一個 有沒有 然後變成說 一般習慣是這樣 你想說先刪D 再刪到GH 這樣 D刪完之後 它不就往前拋了嗎 對 你觀念很清楚 可是很多人沒這個觀念 好 我是故意 因為 擴展不好意思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你會發現這個刪 因為 將來刪除資料的時候 點Delete的時候 會遇到比較大的問題說 它會有 比如說你如果刪藍的話 它會向左去擠過去 一樣 刪除列也是一樣 如果你刪除這一列的話 下面的會往上擠 那工作表也是一樣 如果你刪除工作表 它會往前推進一個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刪除 理論上最好是倒過來刪除 比較不會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先刪掉後面再刪前 它不會影響 對不會影響 可是如果你是先刪前面 再刪後面的話 你會發現 它這個刪先刪D 你這個應該不會 黏應該沒錯 可是問題 因為黏刪掉了 所以本來你應該刪GH 結果GH 跑到FG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在執行 這個刪除的動作的時候 那你會發現 它G會去掉 可是F還在 為什麼 因為順序不對的原因 所以 你會不會 如果你一定要用Column 實物件來刪除的話 那恐怕你就是要怎麼樣 把這兩個顛倒一下 意思就是先刪後面 再刪到前面 這樣子就沒有問題了 特別注意 不是只有藍會有這個問題 烈也會有 烈也會有 烈還蠻常會遇到的 還有就工作表也會 OK 那比如說我現在把它跑一下 GH就出來了 然後如果假設把它 程式只是顛倒而已 先刪後面的 有沒有 然後再刪掉前面的 就沒有問題了 OK 當然如果這樣看起來 好像Range 好像比較 因為Range更精簡 一個 一個動作就結束了 只是個人習慣 因為我只要想到說 三欄 就用Column 那以後如果你假設 是吧 順便記一個 就是如果你是 列的話 就是Rows R-O-W-S OK 其實在 ECL裡面有很多的物件 其實就是 利用這樣的觀念去做控制 那這樣很快就可以完成 所以 我們剛剛那個 插入 有沒有 然後跟刪除 這個可能就是 請大家把它完成 那如果完成完之後的話 在下一個階段 那會 因為我們前面不是畫了三個 就是 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那最後啦 因為這個難度又更高 可是我覺得還蠻重要 那假如說 我希望 可以 產生這兩個東西 不是用手動的 自動 OK 要自動產生 那意思是說 以後如果你要自動 畫報表 自動畫圖 自動的 那這怎麼做 那當然你想說 老師我程式不會寫 一定的 OK 那怎麼辦呢 就用錄的 OK 所以喔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把前面 這個當然等一下可以錄 這個啦 錄歷年切到 這個跟這個其實到底差不多 如果你會這個 那其實這兩個應該都差不多 所以我們等一下試試看 如果我希望 用錄日聚集的方式 先產生這一個 再產生這一個 這把兩個集合在一起 那不就可以 一鍵完成 所以喔 這個假設我現在沒有 對不對 假設把它刪掉 例年切到折線圖 那我等一下希望從這邊 幫我按個按鈕 或者執行一個程式 自動產生剛剛的那個 例年切到折線圖的話 應該怎麼做 不過這個其實難度蠻高的 但很實用 因為以後如果你要畫很多報表 有沒有 畫很多圖 那可以同樣的方式喔 一執行 自動就全部幫你跑完了 那就方便很多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